哈喽 那我们现在来继续眼部刷的Declutter 然后我这里也已经按照种类把它们分开了 这边这些没有在盒子里的呢是我最近在用的 所以这些是脏的 其他的呢就都是干净的 那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分类 然后我每种类叠都会留下几把 因为眼部刷替换的会比较的轻 我基本上其实每天都有化眼妆 只是有时候简单一些 有时候复杂一些 所以眼部刷呢用的还是蛮多的 这个里面是刷头比较大的那种扁平的上色刷 然后这个呢就是刷头比较小的上色刷 然后这个是铅笔形状的那种晕染刷 然后这个里面呢是那种刷头特别特别小的那种细节刷 然后还有一些遮瑕刷等等 然后这个里面就是那种斜角的 然后眼线或者是眉刷 这个里面就是晕染刷有那种偏扁平形状 也有偏那种大的圆形的那种晕染刷 好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那首先这些呢是那个形状比较大的 刷头比较大的那种上色刷 用这种刷我一般都是就是用来打底 就是用一些肉色的或者是白色的眼影 在眼部我会先做个遮瑕 或者用上那些眼部打底膏 然后我就会用粉状的打底 因为用粉状打底可以让后面就是眼影更加容易晕染 因为在粉上面的话那个眼影粉才会比较容易晕开 所以这些都是打底的刷子有点太多了 不过这个刷子我用的也是比较多 首先呢我肯定不要的是这一个 这只也是在脸部刷里有出现一个系列Sephora的一个 它应该是那种轻微毛的 然后它很紧实 不是这边其他的是比较松散的那种刷子 它特别特别紧实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以用来做遮瑕刷 不用打底的话我不需要它这么的紧实 但是这个我平时用到也不多 所以这只我就不要了 这些都是罗莉塔的刷子 这边这个是长安 这个是吉蒂 然后这个是Rean的合作刷 然后这边三个都是那个叫I love you 那个系列 它们其实形状是很类似 只是刷毛有略微的不同 然后这个是他哥 它也是那种很紧实的 就是是比较可以用来做用一些遮瑕什么 就是如果我有那种眼部遮瑕膏 我觉得我可以用这个来上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特殊的用处的 我会把这个留下 然后另外的这些呢 按刷头来说 我是最喜欢就是那个吉蒂和Rean 就这两个刷头是最大的 很容易就可以就一下就可以 扫满整个眼皮 所以这两个我是肯定 这两个是肯定要留的 长安也不错 长安其实就是稍小一点 这个也不错 然后这三个呢跟它们比 它就比较松散一点 当浴染刷都可以 然后Wet and Wild的这个 我觉得跟那个Sephora那个很像 也是比较紧实的 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大底刷 所以这只我就不留了 然后这个是瘦瘦狼的 有提过他家的刷 这个系列刷感 刷感都坏掉了 然后这个形状我是很喜欢的 它饱满的一个形状 但是它的刷毛 就没有那些的刷毛这么细致 所以这个我也不用了 然后这个是刷毛特别特别软的 应该是灰鼠毛的 也是Lolita 叫Serene 这个系列的刷毛都特别的软 所以这只也是作为眼部打底的话 还比较软的刷子 所以这只我肯定会留下 然后呢这个是 艾诺奇的大师系列 这只也陪伴我很久了 它也是比较大的那种刷头 我很喜欢这个系列的刷子 它这边刷感有一个 有一个凹的这种形状的刷感 还蛮特别的 这只我也还是会留下来 然后这把呢是 Lolita和Rian的里面的一把刷子 它是干适量用的 所以这把呢我会留着用来上 就是像colourpop这样的 这样的产品 其实那种的话我也 我用手指上的比较多 但是这个我就留一只刷子吧 那上色刷呢分成了两个类别 一种就是普通的那种上色刷 然后这个呢是形状比较偏扁的 这样子的上色刷 那从这边开始好了 这边我有的这种呢不是那么多 然后这种刷子我用的也不是很多 首先就还是Sephora这个 觉得它也是比较硬的 然后对于眼部细节刷来说 它的刷毛是有一点扎的 所以这个我就不留了 左右边这个也是瘦瘦朗的那个系列 然后左边这个是净色 这两个刷毛比较扎一点 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平 平时不太喜欢这两个 所以这两个就不要了 这个是ZOEVA的号码是226 SMUJER 虽然它应该也是纤维毛 但是它这个就不是那么扎 这把我一直都很喜欢 然后另外两个就都是他哥的 它们两个只是就是颜色刷毛略有不同 但形状是基本上都比较软 作为这个刷型它可以用来就是晕开 比如说沿着眼线去晕开 特别是下眼影 所以靠近就是离眼眼睛的那个 睫毛根部是非常近的 所以必须要是双毛比较好的产品 那我纠结了一会儿 这个系列我有很多都很喜欢 然后我决定不留的是这三把 最左边的这把是ELF的 这把就真的是它家最便宜的那条线 一块一块九九吧 我记得是就最下面这个 然后白杆的 然后这个很粗糙 很粗糙 然后我也不太会用它 第二把就是瘦瘦朗的那个系列 这个系列既然我就都不留 所以我这把也就不留了 然后第三把呢 是Rehan的那把粉色的系列 跟罗莉他的合作刷 这把感觉在我所有的那个 扁平的上色刷里面 这把的刷毛也是就是比较杂乱的 毛质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这把呢我就不留了 然后我留下来这个系列 还是蛮多的 那我这边留下来的安品牌说一下吧 先说欧美的好了 欧美的就是这两把 一个是SIGMA的E55 一个是ZOEVA的234 E55这把其实也是比较有名的 它是很实的那种刷子 就不管从侧面 还有从正面都是比较实 然后这个刷子呢 就也比较厚一些 这个刷子就很多功效可以用 就是它可以直接这样去晕 做一个smager brush 然后也可以作为上色刷 所以E55是很多用的 这个SIGMA这个呢 头就比较 侧面看就比较的平 所以它做晕染的话 就没有那个E55这么好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容易抓 那种珠光色的一把刷子 它用它来抓珠光色的效果很好 所以这两把就是欧美涮 接下来呢是一个Hakuhodo的 我感觉这把跟EVA这个 就跟它就是蛮像的 当然刷毛没有Hakuhodo的这么好 但是它们的形状是非常的像 就是不管从侧面来还是正面 就形状比Hakuhodo 稍微小一点点 这把是B004G 都是抓粉力比较好的那种羊毛刷 这两把呢也是白色的刷头 一把是鱼哥的 然后还有一把是琴质的小女儿 这两把也还不错 跟它们那两个也是蛮像的 但是鱼哥的这个侧面 就会稍微再厚一些 所以就适合做这样子去晕染 然后这把小女儿的这个的话 就主要是小的那种小范围的上色 然后这两个是他哥的两把 那两个就是刷毛不同 这把黄的是黄狼尾毛 然后另外一把是羊毛的 所以这把黄色的话 用来上高中也是不错的 那接下来还是它的两把长安和吉弟 然后这两个应该都是羊毛刷 比较软的那种羊毛刷 这两个系列我都留下了 所以这两只我也会继续留下 然后这两个 一个是下面是镜色系列 上面那个是RIAN的那个色刷 金色也是比较饱满 然后比较厚实的那种 可以做这种孕染 然后这个就比较薄 只是用来上色 但是它非常的结合 所以这两只我也会留下 这两只应该都是红松鼠毛 或者是灰鼠毛 然后它们也都侧过来 适合当孕染刷 所以这两把我都会留着 最后这把是瘦瘦狼的 然后这把的刷毛感觉也比较一般 所以这把我就不留了 这些就是我留下的上色的铺色刷 接下来这组呢 是形状很小的那种细节刷 遮瑕刷 先从这边开始 那这个形状比较大 它是Lolita和那个RIAN的套刷里面的 这种形状的话 就是有点像那种扁平的上色粉底刷了 我用到的机会不多 所以这只我不用了 然后MAC的这个是242 它呢就是那种上专门用来上那种液体液体眼影的 这只我会留下来 然后这一个是Real Techniques的那个细节刷 就是头有一点点尖 然后我平时用到的机会不是很多 作为唇刷 你也可以用它做唇刷 或者是细节遮瑕刷 然后这两个的话 一个是Elf的Concealer Brush 这只我觉得不够小 然后用来做细节刷略大了一些 所以Elf这个我不留了 然后这一把的话 它不是完全的 这是爱德奇大师刷 它不是那种完全的用来上遮瑕的 它应该是干湿两用的 然后这个它很小 我一般都用它做那种细节的上色刷 这把我会留下来 然后这些呢就是唇刷或者是遮瑕 我用唇刷机会非常的少 所以我应该不会留太多唇刷 它们区别就是有的 如果是遮瑕刷的话 它一般比较紧实 像这一个Real Techniques的那个 但是比它更加厚一些些 所以这把我会留一下 这把是瘦瘦狼的 然后这个呢也是瘦瘦狼的 因为刚刚这两个 我应该只会留一只嘛 所以我留那只 我就不留这只了 然后这个是雨哥的那个 雨哥的唇刷 虽然已经有一点坏了 不过雨哥的一套我都留下来了 所以这个我也会留下来 做这些啊或者唇刷都可以 这两个它们是软的那种唇刷 我不太会用这种刷子 我不是很清楚 它可以专门用做什么功效 就是没有找到比较适合它的用法 和跟它比较搭的产品 所以这两只呢我就不留 接下来的这些呢就是细节刷 可以用在比如说你的眼头提亮 或者是眼下体量 就是比较很细节很小的地方 可以用它们来上色 以及有时候会贴着 你贴着眼皮去把你的眼线晕开 你可以用刚刚那些很扁平的上色刷 也可以用这种更小的细节刷 来更加精准的把它给晕开 那我这边不留了 这两只呢我就不留了 一个是Misha的比较新 然后我就不留了 这个是瘦瘦朗大这个系列 我都不太喜欢 所以这两只就 然后另外一个我不留了的细节刷呢 是这个Rean的这一只 这只它跟其他细节刷都不一样 它就是它太硬了 你看就是它这样画非常的粗 剩下的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想跟大家看一下的是这把艾诺奇的 艾诺奇这把呢 是有一点点微微的斜角的 觉得很特别 就是你可以 你用它如果去晕开那个眼线的话 这种斜角非常方便 帮助你去这样子轻轻的把它给扫开 所以这只我很喜欢 这只肯定会留下 这两个都是罗莉塔的那个基地里面 但是它们俩就不太一样 这个黑色的呢就比较软 然后黄色那个呢干湿两用 那那这只的效的作用就是 你可以去上膏状的眼影 在非常非常细节的部位 然后因为有时候眼头提亮的 你也会用膏状的产品嘛 然后这两个一个就粉状 一个膏状我都会留下来 然后这个是鱼哥的这个小的细节刷 非常的软很喜欢 这把也会留下来 这把小的细节刷是inglot20p 这把非常的软 上眼头啊什么 而且特别的小 鞋带都比较的方便 然后接下来的这四把也 最后的这四把也都是罗莉塔的 我都会留下来作为一个备用 因为小的细节刷 其实也不可以用到的功能还蛮多的 多留几把在手上会比较好 那就是铅笔刷 根据刷头的大小分了三组 所以会从每组开始讲 那先从那个最小的开始讲 这种就是非常非常小的那种 铅笔刷头 像这种刷头的话呢 就跟刚刚的那种细节刷很像 你也可以用来眼尾夹身 然后或者是眼头提亮 再或者是就是沿着你的眼线去晕开 都可以 像这种很小的刷头 有时候我总觉得有些会使不上力 眼尾的话 我就是比较喜欢稍微大一些的铅笔刷 这边呢 我就会把最右边的这两个 Declutter掉 一个是瘦瘦狼的 还有一个是镜色系列 这两个都是刷毛比较不是那么软 然后对眼睛刷有点渣的 因为这些里面留下来的这些里面 只有这个Sigma呢 是北美这边刷子 其他都是国产刷 然后这些中等大小刷头的呢 我都会用来眼尾夹身用的比较多 Soiva的它的刷头呢 就是这种圆圆的 然后很扎实又不是很扎 然后整个刷型非常的好用 这个刷头就很用得上力 就是在眼尾夹身的话 它其实很容易的 就跟周围的晕染色会融合在一起 反正就是很不错的一个 用来眼尾夹身的刷子 这个我很喜欢 Yuba是Lolita的那个I love you这个系列 它也是这种圆圆 然后它比那个还要再小一些 我就蛮喜欢 也蛮喜欢这个的 这个没有刚刚那把这么扎实 但是它用来就是眼尾夹身也是挺不错的 然后这四把呢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它的刷头是有一些 有一点尖的那种 然后这个是Sigma的E45 这把我有了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就是 特别喜欢这把 所以这支我就不留了 这三把我会 我会处理掉这把空山新语的 因为空山新语这个是头最尖的这个 然后另外两个的话 我会留着作为一个细节刷 还是可以用作其他用处的 这三把刷头就比较圆一些 这个是基地 这把就跟之前那个Soyiva 那个也比较像 比较圆头一些 然后比较扎实 很容易作为眼尾夹身 然后另外两个呢 比它刷头稍大一点 但形状也是我喜欢的这种 所以这三把我也会留着 这两个呢跟它们区别稍微不一样 是它们比较稍稍长一些 所以它们不是那种很扎实的那种 就比较会有一些散开 所以它们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晕染刷 它就是除了可以用另外的刷子 上了色以后 可以用它们来进行一个晕染 所以这两把也会留下 然后这几把呢 就是刷头比较大的那个铅笔刷 首先Sephora这个跟其他一样太扎了 所以这个我就不留了 Sonyakashuk呢 我也是喜欢它的形状 但是这把的刷毛也是很扎 一直都不是很喜欢 这把就不留了 剩下这边有三把 这把都是那个Sigma的 分别是E39 E44和E37 你可以看一下这三把的刷头的区别 E39呢它就稍微圆一些 跟刚那些我喜欢的刷型比较像 然后E44它要稍微密一些 E44呢比它长一点点 画的时候有一点点容易扭腰 然后E37呢它这个刷毛 我不是很喜欢 比较粗糙一点 所以这三把呢 我就留最上面那把E39 剩下两个呢我就不留了 最后呢是一个踏哥 这把很可爱 胖胖的 然后头呢圆圆的 我觉得这把也不错 就是上膏状的那种也是可以的 虽然就是刷头稍微小一点 那晕染刷呢也是分成了几种 这边呢都是圆头的 或者是刷头比较大的那种晕染刷 然后这边呢基本都是 就是略扁的那种形状 然后这里呢是斜的那种刷子 好从这边开始 这种圆形的晕染刷呢 对我来说就是做一个最外围的那种 范围比较大的那种晕染 你用那种跟你的肤色比较相近的那种晕染色 作为一个它跟那个主要晕染色的那种过度 可以让它们衔接的很自然 是你如果换了 换完眼影以后你觉得不够干净 那么你就用一把干净的这样子的 圆头的晕染刷去刷那个最边圆 看起来让眼妆比较干净 然后这种扁的晕染刷呢 就是主要的主色的晕染 我都是喜欢用它们 因为它们形状比较扁就可以 侧过来就是沿着你的一个眼窝 然后这样子去晕染 或者是这样画圈 或者是这样子轻轻的这样去把它给晕开 所以我是喜欢用这种形状 去做一个眼窝的一个晕染 然后斜型的话 有一些可以用来做鼻影 那我们就等会再说 那我们先从这边开始说起 大的好了 有两把呢是欧美的刷子 上面那个呢是Soiva的221 下面那个呢是Sigma的E40 它们就是最经典的那种最大型的晕染刷 它的最顶端这边呢是一个圆弧形的 所以它们就可以这样子绕圈的话 就可以让一个最外围的晕染的比较自然 这两个刷头也是比较类似大小 好像Sigma这个要更加更加的大一些些 这两把我都很喜欢 也一直有都一直在用 按刷头大小来说的话 国产刷里面最大的是这几把 从最上到最下面是分别是艾诺奇的大师刷系列 然后第二把是那个基地 第三把就是新智的小女儿 下面这个应该是罗莉塔的某一只刷子 然后这个是镜色 最蓬的一个呢是 安诺奇这把 这把我也很喜欢 它很蓬 然后上面就是它这个圆呢 是里面最圆的一个形状 我也很喜欢用它做那个笔影 基地和小女儿这两把 这个两把的套刷刷型我大多都很喜欢 基地要更蓬一点 然后它们的功能也都差不多都会留下来 然后这两把的区别呢 就是这把比镜色要稍微 刷头要大一点要更蓬一点 镜色我觉得它的刷毛量稍少了一些 所以镜色我就不留了 我比较喜欢刷毛量大 这样可以晕染的 晕染的比较开 然后让颜色就是更加的融合的自然 剩下这些 比刚刚那些要稍小一些 首先说与鸽这把吧 与鸽这把就是跟那个 鸽这把跟Soyiva的刷型非常的像 我很喜欢 所以这把会继续留着 这三个都是 都是Lolita I love you 这个系列的眼部刷 这个系列眼部刷做的都还蛮好的 这三个的话 下面两个形状是一模一样的 上面那个形状跟它们略有不同 就是那个弧更加圆弧一些 下面两个好像就稍微长一点点 但这三只我都蛮喜欢的 像这个圆弧性大一些的 我就会做比影刷 这两个呢 一个是下面是踏割 上面那个是Rian 我蛮喜欢踏割的 但是Rian那个 我也是觉得它的刷毛量 稍微少了一点 所以Rian这一个 我这次就不留了 然后我把它割留下来 然后这个也是Lolita一个 一个套刷 应该是这个系列 应该都是灰树毛的 眼部刷的话 灰树毛我不是特别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有点 有点用不上利 样貌的比较用得上利一点 这个形状是那种火苗型 我觉得有点过于松散 我一般是用它 主要是作为清洁作用 我会把它留下来 就是在眼妆完成了以后 让整个眼妆干净一些 用它作为一个清洁刷 然后这一把的话 它因为形状比较圆弧 做晕染还不错 然后是我最喜欢的扁平的晕染刷 这个系列的 这种晕染刷的代表的产品就是 就是Sigma的E25 我因为非常非常喜欢 所以有两把 它们就好比是我们选 这类刷子时候的一个标准吧 跟它们非常像的 一个很好 也是很优秀的一个刷子 就是这个Hakuhodo的一个 J5523 就刷毛比Sigma 那个感觉就更加好 但是刷型的话 我还是比较 preferSigma E25 国产刷里面跟它最像的两把 是这两把 一个是鱼哥的那个 枝桃系列 一个是琴枝的小女儿 这两个是跟那个Sigma 那把最像的 所以这两把我是一直都很喜欢用的也很多 两把会留下 这把是脏了 毛色也是白的 然后这个是美国的那个牌子 叫Jap Nask的那个刷子 它的刷型很像 但是它的刷毛不行 它的刷毛很扎 是羊毛 但是它这个有点太扎了 所以这把我不想留了 像这些都是Lolita的 但是它们就比E25呢 头要小一些 但是形状是比较像的 然后刷毛 它们的刷毛比Sigma那些要软一点点 这几个我也会留下 这三个也是Lolita的 极地系列里面 就没有特别特别完美的晕染刷 就是这种扁形的晕染刷 它这个就是很小 然后侧面很细这只 但这只用起来感觉还可以 只是跟那个用的方法稍微要 就是偏小范围一些 然后这一只的话它的刷毛 它的刷型其实是比较像 就有点像那种扁平的上色刷 而不是那个晕染刷 但因为刷毛比较软 所以其实晕染的作用还可以 但我有时候会用它做上色的刷子 这把也是 这把就比较像这个黑的这把 就比较大 然后我有时候会用它做上色刷 然后或者是做画鼻影的刷子 然后这两把是不留了 这个是ELF 这个也不是跟125刷型也就不一样 有点像上色刷 然后这一个是REAND的一把 它这把刷子很大 其实它作为那种上底色也可以 但它又很松散 形状有点像放大版的125 但是就很松散 所以这把的形状很尴尬 就是用做上色或者用做晕染 或者用做鼻影刷都不是太合适 所以我这把这次就不留了 最后几个是这种有点斜头的 首先说一下这个Sigma Sigma这个是E70 这把以前非常有名 可以用做鼻影刷 但其实我不喜欢用它做鼻影 一般都是斜头的这种的话 一般都是在眉骨提亮之类的 做晕染也不太喜欢用斜头 然后这两把 Lolita的那个镜色也是一样 就是做那种眉骨下面 我会用来做眉骨下面提亮 因为它们都 这一把它是有一个切面的 然后这把就是一个比较扁的 这种斜头的刷子 然后我觉得我不需要所有的 我应该会留下这把 因为这个就是精确一点嘛 然后这一把是Tag 里面一把小的斜头刷 Sigma那个就不一样 它这个因为头比较小 然后其实有点像那个细节的那种上色刷 但是它又是这种斜头的 所以这把其实作为眼尾加深 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下 这把还蛮有意思 我最近有经常在用这把 最后就是一些眉刷和眼线刷 这些斜角的刷子里面 其实只有一半会比较适合当眉刷 然后一半会比较适合当眼线刷 那它区别就是眉刷的话 会尽量需要稍微厚一些些 然后也不能太斜 又宽然后厚一些 然后又短一些 会比较容易着力 然后那种很细的 这种也可以用来上眉膏 眉刷我就会留这两把 一把是Lolita和Riand 还有一把是Soiva 这两把都是比较宽 然后又是有一点厚度 所以这两把就是画粉状的话 是我最喜欢的 然后其实宇哥这把呢 我可以留一下 因为它是这种平的嘛 比较有特点 你可以用它上眼线膏 眉膏什么都可以 然后这个Sephora这个系列 因为我都 declutter掉了 所以这支我觉得 应该会是比较适合上眉粉的 我也会送给大家 然后这两个我觉得 不是很适合上眉粉 我颤的Lolita的两把 它们的问题是它们太松了 就是你看它们在上色的时候 不能着理 不喜欢这种很松的这种眉刷 另外这两把呢 其实是眼线刷 因为它们很薄很薄 但是这两把我都不太喜欢 作为眼线刷 Soiva这个我是觉得 它斜角有点太大了 然后Sonia Kashuk这个 我反正用过几次也不是太喜欢 所以这两把我就不流浪 然后这把是瘦瘦朗的 我也是觉得它虽然是平的 形状也还行 但是它太松了 不过紧实 我作为这把不流浪 然后剩下来的呢 就是一些眉刷 这个MISSHA是新的 所以我会送给大家 眉刷我会留两支 一个是这种形状 一个是这样子的 都可以用来梳开睫毛 然后这两个是眼线刷 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眼线 可以用来蘸眼线膏 这个是SIGMA的E11 然后这个是ELF的Angle Brush ELF这支不好用 这种Angle的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用 容易 然后这个E11呢 其实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它很小 很可以画出很精准的线 所以我会留SIGMA这个ELF 这个就不要了 这就是我所有眼部刷子 Declutter的成果了 就是在盒子里 123456个盒子里是留下来的 然后这边大概有40多把刷子 是清理出来的 我应该会帮大家组成套装 然后如果不介意的话 我会清洗过后送给大家 OK 那么我们刷子的Declutter Declutter就到这边了 好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